能留下来吗 都留下来啊 那不是 所以他们说 如果你留下来要罚款 然后以后可能也不能来 脸上戴着口罩 但却无法掩饰 充满担忧的神情 这名女子 是来自大陆江西的吴小姐 农历年前 她飞越台湾海峡 来台探视母亲 只是 随着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大陆各地沦陷 原定这个月12号 就要飞回广州 现在她却盼望 台湾政府能够延长她的 拘留时间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他们说村里村里 市里面都封路封什么的 可能就火车通 其他车都不通 一方面担心大陆疫情严重 加上就算飞回去 江西也封省 最后恐怕还得留在机场 吴小姐的母亲 为此特别到 花莲县议会门口求助 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破例帮帮忙 像这样的特殊情况的话 可不可以延期一下 其实这不是个案 这阵子 医民署已经接到了 数十通电话 全都是来台探亲的 大陆籍人士 希望能够延长 在台的拘留时间 目前我们是没有接到任何指示 可以延期的规定 当然必须 按照原来的既定的时间离境 也希望他们能够配合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尚未下达任何指示 也只能请他们 时间到就先行离境 毕竟若是预期拘留 要面对的恐怕是 巨额罚款 记者花莲综合报导